观众朋友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2月22号星期四 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新闻速递 我是于明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东京中共海外警察局被日本警方捣毁 纳瓦尼丧命真相被爆 遗体无法给其母亲 运非法移民入境 运出商高管将被美国拒签 美国际战略专家 中国经济至少10年前就已经开始崩溃 原公报洋河酒厂300亿股权将被没收 21号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公安局突袭了位于东京的中共海外警察局 当天日本警方对两名中国女性提出诈骗指控 其中一名是来自东京墨田区的44岁公司老板 另一名是来自祁育县爵士的59岁公司高管 根据提交给检察官的文件 这次突击搜查源于涉嫌非法接受企业的COVID-19补贴 这两名女子涉嫌在2020年7月冒充整股诊所老板 非法获取100万元的补贴 关于中共的海外警察局 西班牙人权组织保障卫士在2022年强调 中共至少有102个警察局 分布在53个国家 在日本有两个基地 去年5月 警方搜查了东京千代田区的一栋建筑 随后将其列为两个中共的海外警察局之一 调查人员推测 设立这类警察局的目的 是监视和遏制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不同声音 网友们纷纷点赞说 日本政府干得漂亮 根据俄罗斯人权活动家 弗拉基米尔·奥塞奇金的消息来源 普京威权独裁统治的最大批评者 纳瓦尔尼被单独监禁在牢房中 挨动了两个半小时 他的体温低至零下27度 导致心跳减缓 之后 他被克格勃用拳头打中心脏而死 所以尸体上有瘀青 而无法交给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苦苦哀求将儿子遗体交出来 好好安葬 有网友说 侵略乌克兰 普京种下了分裂俄罗斯的种子 普京是俄罗斯的总加速师 21号 美国扩大了对部分交通运营商的签证限制 如果他们为非法来美国的人提供便利的话 运营商的高管将无法获得美国签证 拜登政府希望借此来解决破纪录的 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 这些限制措施现在将针对提供包租服务的航空 地面和海上运输公司的业主 高管和员工 他们提供的运输服务 主要给那些打算非法入境美国的人使用 2023年11月 国务院宣布 对提供从尼加拉瓜到墨西哥包机服务的个人 实施签证限制 很多乘客都是准备前往美墨边境 从而入境美国的外国人 随着拜登寻求连任 解决从墨西哥穿越美国边境的移民问题 就已成为了首要的问题 因为川普将其作为挑战拜登竞选的主要焦点 根据一份声明 2023年对尼加拉瓜的包机限制政策 将被一份新的政策代替 声明中提到 该政策针对的是那些为世界各地和美国的非正常移民 提供便利的运输业务 那些没有合法理由来美国的人 往往会被敲诈勒索 从而支付高额的票价 并将自己和随行的家人置于危险之中 最后根据美国的移民法 他们很可能最终进入遣返程序中 这项政策的潜在好处是 可能将抑制那些提供非法移民运输服务公司的积极性 同时给那些试图走线来美国的移民释放警告信号 他们可能会被遣返回国 而这项政策的潜在缺点是 其影响可能有限 因为这一政策仅仅针对那些特定的运输公司 却无法解决导致外国人进入美国的根本问题 包括贫穷暴力和政治迫害 走私者可以简单地转向其他的路线或方法 来逃避美国政府的跟踪和审查 而很多希望入境美国的外国人 也可能将被迫更加铤而走险 美国国际战略专家科普利 20号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 尽管官方否认 但共产中国的经济已经在至少10年前就开始崩溃 因为恐惧共产中国的经济崩溃可能导致的全球经济后果 全球拒绝承认中国经济至少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崩溃 外国投资者和政府接受了北京官方的声明和数据 而不是接受衰落的事实 但崩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 而且还有更多的事情将要发生 中国经济的崩溃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国的经济 尽管其主要的影响 也就是对中国内地经济和扶扯的影响 还没有达到顶峰 这将带来一系列的后果 国外分析师面对的主要问题是 中国经济崩溃将对全球市场产生何种影响 以及最终对全球战略格局产生何种影响 需要考虑到的是 中国有一些不依赖新外国投资 或内部技术转移的核心能力 而这些可能是中国就业和创造财富的关键 但条件是在未来十年内 目前中国整体经济的自由落体 所造成的社会后果 不会导致民众自发起义 从而推翻中共的统治 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财富 甚至是难以维持日常生活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可能已经将世界经济 引向了一个相对的软着陆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假设中国能够在危机中 至少在关键领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 那么可以预期 它将继续扮演加工钢材或钢筋的主要出口国的角色 据路透社分析师拉塞尔1月29日的报道 购买全球海运铁矿石70%的中国有望继续大量购买 甚至增加购买量 这意味着铁矿石的价格在短期内可能保持在接近每吨130美元左右的水平 并可能回到2021年每吨约160美元的价格 尽管内部建筑业崩溃 但中国在2023年的铁矿石进口量是激增 中国每年进口超过10亿吨的铁矿石 国内仅能自行开采8630万吨 尽管中国的铁矿石开采有所减少价格波动 但由铁矿石制成的钢铁价格保持稳定 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粗钢生产国 在全球排名前20位的钢铁生产商中 有9家来自中国 国有企业保五钢铁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粗钢生产商 在2021年保五钢铁集团的收入超过9720亿元人民币 这一行业未来要稳定的关键是全球对钢材的持续需求 显然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不取决于其国内经济的增长 而是取决于全球市场 目前西方国家仍然不愿意建造对环境不友好的矿石加工厂 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依赖性似乎将继续存在 而中国的重工业 其中包括很多国有企业 是仍然有望在化肥和成品钢材产品方面 以及包括国防项目方面改善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但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共能否保持中国的人口数量 因为在过去20年左右 城市地区快速而不稳定的人口增长趋势正在逆转 尽管中共在2018年就对美国宣战 但西方尤其是美国 却希望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看到中国软着陆 美国和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国家面临的战略困境是 是要努力实现中国大陆的革命 从而彻底消灭中共 在中共推进国进民退背景下 网传白酒业第三大厂 洋河酒厂 正强行将300亿人民币的员工持股没收充公 地方当局为此不断扣押持股员工和其子女 在今年1月份网上传出洋河300亿私人股权即将被没收的消息 洋河为此通过陆媒辟谣 并威胁已经在搜集相关材料 准备报警追查造谣者 不过相关人士继续在网络维权 在美国Notion平台持续更新信息 他们在创建的Notion网页上控诉地方当局的打压 并呼吁其他被威胁的持股员工参与抗争 提供当局的违法证据 他们还不断地将相关内容在其他海内外撤交媒体上散发 有维权员工在控诉材料中称 中共诉签市纪委打着倒查改制问题的旗号 将洋河老员工持有的市值300亿的洋河股票 定性为当年洋河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 因此要求持股老员工自愿放弃股权 并将私人产权无偿划拨给诉签市财政局 诉签纪委还非法扣押多名老员工的子女 即使他们的父母签完字也不放人 目的是用他们来威胁其他的老员工 和中国大陆许多打着血旗抗议的维权群体一样 上述控诉材料没有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共当局 也没有提及大陆的国进民退 以及官方大局抢劫民企资产的大背景 不过在材料中也直言 洋河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小破酒厂 做成一个A股的巨头 股权激励机制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如今当局强制收回私人的股权 相当于卸磨杀驴 重走49年以后土改的道路 据陆媒去年11月的报道 自2022年以来 洋河股份已历经五次核心高管人士的变动 事关企业战略调整 这或许也从侧面反映出来 这家国企高层内部的斗争是有多激烈 上述维权材料披露的洋河大案推进时间 重植中共当局 大局抢劫企业私有财产之际 有很多私企都被收编 创始人接连让位 而阿里创始人马云甚至表态 随时把支付宝贡献给国家 另外根据网络消息 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的危机 多地纪委和公安随意罗治罪名 抓捕外地企业家 然后勒索巨额的赎金 今天的新闻速力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渔民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杨茜茜黜